哈哈哈哈哈哈我要笑死了 还从来没有见过站着要饭的 库列巴居然说反正无论如何都要给的 所以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不理解为啥要浪费时间 库金巴 而不是库列巴 你好勇哦 怎么和赞助商说话呢 人家看你可怜给你武器 怎么还要被你Q呢 你们看贝尔伯格脸都绿了 果然是绿党啊 哈哈哈哈 库金巴还说 我不认为贝尔伯格是代表德国政府的立场 喂 人家是德国外交部长啊 人家不代表德国政府 那你也不代表乌克兰政府咯 你们俩是站在这谈恋爱的啊 你们看着家伙站的姿势就很拽 人嘛是斜的 爪子嘛还挥持风球的 再看看人家妹子站得多标准 亭亭玉立 高光静静 哎到底谁是甲方 不行了不行了 我看不下去了 上次带布林肯去麦当劳的也是这家伙吧 他主打的就是一个不熟装熟兄弟相称了 你们乌克兰真是太搞笑了 天天和盟友撒破打滚和对手虎加虎威 史上最凶残中间伤了属于是 其实无论牺牲多少士兵归根到底 也还是你们乌克兰自己的事情 凭啥要求欧洲人为你们掏空交底 人家不要留武器滋味啊 全给你了 如果美军来个诺曼底登陆 抄了欧盟的后路怎么办 所以我也给欧盟各国建议啊 援助的事差不多就行了 你们掏心掏肺 他们狼心狗肺 你们偷啥 小泽老说什么守卫乌克兰 是守卫民主世界的边界 哼别自欺欺人了 乌克兰就是乌克兰 是我们斯拉夫人的内政 和欧洲其他国家没啥关系 我们俄罗斯连打个乌克兰都费劲 嗨 阿呸 我的意思是 我们俄罗斯连基辅都看不上 还会去打华沙吗 对吧 上次我们都快拿下基辅了 也主动撤军了呀 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援助越早停 战争越早结束 你们不用在额外烧钱了 人民也不会再抗议了 那些烦人的难民 也回乌克兰了 欧洲根本没有损失 除了小泽犬和酷精疤 其他人皆大欢喜 不挺好吗